太后望王上 不要忘记纸歌之事 早日实现统一六国的愿望 还天下百姓 一个太平盛世 太后 大臣们纷纷请求赦免相邦 王上念吕相多年辛劳 只罢了相邦之职 命他归封地洛阳自省 这是吕相临行前亲自送来的 他说这世上 只有宁佩的尚之科明珠 可惜他这一生 都无法将明珠亲自送给您 是 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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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我们马上不要离开咸阳城了 您真的不再回头看一眼了 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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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吕不韦曾经的门人 咸阳的百姓 听闻他要离开 全都自发地前来送刑 他对大秦有什么功能 咱可想有如此国事待遇 王上 心思手软 小心纵虎归山 奴奴罪 请王上恕罪 吕不韦叱诈大秦二十年 大兴义兵之道 内安朝政外攻城池 尽得大秦百姓之刑 其是刀锋可以动和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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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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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二十七名官员 因求情而受罚 你要做第二十八个吗 在下听闻 天上有二十八星宿 今日在下就要凑足此数 王上 您车列烙矮 可说剿逆 名正言顺 但您囚禁太后 残杀直言禁谏的臣子 即便是下劫伤咒 也不敢由此 忤逆狂辈之举 您对生身母亲 尚如此残忍 更何况大秦的百姓 如今人人畏惧 生怕王上的屠刀 要落到自己的头上 放肆 把他拉下去 此乃寡人家事 你继续说 秦王氏 大秦氏 天下氏 今日在下不畏太后继 而畏王上寄 人皆以孝 为李家治国之本 不孝之人 世俗唾弃 一旦六国闻之 必群起而公之 敢问到那时候 您如何一统天下 实现大秦的 丰功伟业 王上 我把吕相要说的话 都说完了 但凭王上 发露 吕不韦 走 即刻去抚养宫 寡人要亲自迎回太后 母亲 寡人要亲自将母亲 迎回血阳宫 母亲 寡人来接你了 母亲 你们这些废物 你们把寡人的母亲 藏在哪儿了 说 母亲 母亲 王上 您还记得您对太后的请求吗 不论付出何等代价 寡人都无所畏惧 寡人要实现历代秦王 未曾实现的宏愿 要让天下疆土 为我大秦独有 要让天下之民 为我大秦之名 寡人 想做这天下唯一的王 不论 王上 太后对臣恩重如山 是他让我守在王上身边 替王上射计 诸唠儿 楚吕不韦 辅佐王上 成为大秦至高无上的王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两个带子明明 麻袋里只是因为酷寒天气 不幸冻死的孩童 还有一只狸猫 好 你竟敢息怒寡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你竟敢息怒寡人 他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什么了 太后望王上 不要忘记纸歌之事 你竟敢息怒寡人 早日实现统一六国的愿望 还天下百姓 一个太平盛世 寡人是大秦的王 将来也是天下的王 何用以妇人之灰 都使用